你好 欢迎收看3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会 原住民族野菜学校校长吴雪月 著作了新野菜主义阿美族语版 6号上午举行的新书发表会 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尤达卡 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主委 一将巴洛尔 副主委林碧翔 还有华联县长徐中卫 县远迪布斯一赖 还有蔡依俊 哈尼嘎噪 周俊佑 修炼校长王玫瑰等人都到场祝贺 也畅聊吴雪月校长他踏入野菜世界 8月25年来的丰富知识 吴雪月校长拥有原住民阿美族部落妇女 特有的耐力 透过长期实力采集 扎实的田野调查 丰富的访谈记录 2000年3月出版了台湾新野菜主义 是台湾野菜植物重要的工具书之一 20年之后 政府积极推动原住民族语附阵与发展 今天特地举行了新野菜主义 阿美族语版的新书发表会 这个都是我们的族人老人家 给予我的 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爸爸妈妈帮助我很多 每次我看到 为什么以前小说吃过的东西找不到 我会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 如果你有看到 马上又告诉我 我就要回去照相 爸爸妈妈开始是这样子的帮助我 后来我到图书馆去找资料 一篇野菜的故事都没有 我后来就开始到黄昏市场跟老人家聊天 我想黄昏市场的这些老人家 他们给我的是我们阿美族的生活智慧 他们就像火广告 所以我非常幸运 那也还好我很坚持地走下来 既然来自于老人家给予我的生活智慧 我也很愿意 也很高兴地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县长许正卫支持时提到 这是一个非常感动人心的时刻 感谢野菜教母 吴雪岳校长将阿美族语 列入到新野菜族语当中 这是一个创举 更是感谢圆明会的支持与指导 也欢迎国内外的朋友 来到花莲了解原住民文化 走一趟花莲你会发现原住民之美 进而爱上花莲这一片乐土 这个教母再次把我们的野菜的 这一本书籍双语化 而这双语并不是美语 是将我们阿美族语 把它入到书籍里面 这可能是世界的唯一 也是台湾的创举 所以我们是要对于这么大的挑战 以及这么多族语 要如何把它译成 或者是把它写下来成书 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要给我们自己的族人 还有给这个圆明会 对于这一本书的支持指证 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谢 吴雪岳校长提到 当时因为孙大川老师的一句话 能不能写三篇野菜的故事 没想到就走到了今天 不仅是三篇野菜故事而已 而是内涵六十多种野菜的书籍 更是族人生活的日常 而带着志诚之心分享之心 将野菜文化分享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翻开这一本书 细细体会 你会发现原住民真正的菜 其中惊奇与奥妙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MING PA-3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